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身穿超级系列看秀 稳坐中欣慰,整个人礼貌又害羞 香奈儿的这次2023年早秋晚宴 邀请了不少品牌大使出席 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艺人 UNIT王一博,刘文,新直磊 还有导演李少洪出席 没想到的是,这次王一博却是全场的焦点 稳坐中欣慰看秀 并且也是全场唯一一位身穿超级香家春夏预告系列的艺人 更是国内活动上的首次亮相 由此可见,香家是多么看重这位品牌形象大使 给足了牌面 这次王一博的穿搭看上去又帅又郁 很有个人特色 王一博的优势就是身材比例跟独有的清冷气质 衬托了小香风高贵与典雅的特色 还带着自己的裤跟拽 行走的小香风 时尚的icon 对于王一博而言 不足为奇的评价 在这几年中 王一博真真切切把小香风演绎的淋漓尽致 无疑成为了香家最会穿的男生 女生都会自叹不如 更重要的是 为何香奶奶家这么器重这位品牌形象大使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戴飞的节奏 高奢品牌对于形象大使的选择都是谨慎又认真的 考察期都超过好几年 没有所谓的空降 看重的就是品牌调性跟艺人的匹配度 在王一博爆火的这几年里 香家对于王一博的看重跃然指上 在五感的水舞台 王一博身穿香奈儿超值五万多的外套 淋得满身都是水 成就了香家跟王一博的经典舞台 到底有多出圈 看下销量就可想而知 成为了当年跨年演唱会的热搜榜首 这个记录值得王一博粉丝引以为傲 吹牛逼了 自此之后 香家可谓是看到了王一博的人气跟实力后 各大封面杂志 重要月份都不在话下 更是把自家热推单品挂满在王一博身上 还有更为成就的 必须是王一博的综艺 这就是街舞 连续三季 堪称王一博的香奈儿经典呈现 凡是王一博上升过的 无疑都是时尚热捧的焦点 大众争香恐后购买的专属 如今呢 史尼尔跟王一博简直密不可分地绑在了一起 凡是王一博出席活动 必然会有小香风的身影 在今年微博电影之夜 我们看到了香家的外套 还有那个超百万的胸针 着实有种王一博真的好贵的济世感 话说回来 这次王一博出席香奈儿的晚宴 整个人看起来有点腼腆 坐在中心位看秀 在两位女神之间的他 看起来有点小紧张 环抱着自己 有点略显紧张 反而衬托出王一博可爱的一面 粉丝说 看把孩子动的 都快缩成一团了 其实这种调侃有点过了 王一博就是拘谨了 就是不自在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来一种不自信 不知所措的感觉 有点设恐 但是还不得不应对 在众人散场后 迟迟不动身 双腿并拢 手插在两腿之间 抬着头 呆萌地看着别人的样子 真的有被可爱到 估计这个样子的他 的确应景了 粉丝说要把他带回家的说辞了 总之一句话 王一博拘束起来的反差萌 真的比酷盖招人稀罕 对此你们如何看呢 留言讨论呗